那说起火点在哪里 然后这个工程师就说我带你们去 这个张信的工程师呢 就带着我们的这次训职的小队长 进去火场以后呢 好 走了一个摸字形 为什么走这个摸字形 因为中间全部都是基台 没有路可以走 那这边有一只上楼的楼梯 右边走到底 这个角落也有另外一只梯 那但是他没有带你走这只 因为这只梯上去到五楼 到不到火点 是 从他上到五楼以后 一出来 一进到五楼的室内 就发现烤箱就在你面前 是 那个时候的带队官一看 1234楼一样都灯火通明 是 那时候还没断电 而且很干净 没有烟 只有到达五楼的地方 烤箱开始烧起来了 是 火很大 所以同仁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布线 开始布水袋 我们的指挥官到达第三面那边 要去看那边的状况 刚好就看到那个风管火 再往下烧那一瞬间 所以他看到那个不妙 他那时候无线就开始叫撤退了 当时里面有多少人 他们怎么反应 当时里面就他们7个人 这时候很难过 就是我们那时候从后续 我们的无线电的录音档 调出来去听 当时请他们撤退的时候 现场处理指导一直喊 叫他们赶快撤退 赶快撤退的时候 里面的干部是有收到有回的 那时候无线电的口气说 撤退 是现在吗 当你听到这样的口气 你会觉得这个人现在所处的环境危险吗 感觉是还没看到危险的 对 然后指挥官说 对快点赶快撤退 后续就无线电一直喊 一直喊 过了可能差不多一两分钟以后 收到了里面的小队长无线电回答 那回答说 好收到了开始撤退 因为你听他的口气这样子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当时所处的环境危险吗 也还是不觉得 对 你如果他很危急的时候 那个口气绝对不是这样 而且是会恐慌的 是啊 当时我们的无线电录音录到的都是这样的 后续他们说 好啦 开始撤退 那这个时候外面已经看到 那个火整个烧起来的时候 外面指挥官开始一直喊 赶快撤退 用跑的 无线电一直喊 然后就再也没他们的讯息 他觉得不妙了 向人员他看到火这样猛烈 你们所在的那个位置 然后没有回应 再也没有回应了 再也叫不到了 那所以请特殊队集结 准备要请我们特殊队进去入室 执行RIT 紧急救援处置 是 要去找寻可能受困在里面的向人员 嘿 我在现场 带你宣级集社会新闻的第一犯罪实况 我是主持人陈峰德 那今天节目开始前呢 要先来介绍一个好康讯息给大家 那就是2023桃园购物节 全台民众啊 只要在桃园市消费满300元 上网登陆发票就可参加抽奖 亚洲奖项呢 总值破千万等你来抽回家 在桃园啊 8月1日到12月底期间的各式消费发票 都可以参加哦 快到桃园旅游住宿逛商圈来抽大奖 千万别嫌麻烦 快给他登陆起来 百万礼券 百万汽车 就在等你 詳細活动资讯 我就放在资讯栏 中文看 列 谢谢大家